我們就講到這個部分了 簡單來說就是兩架車互相撞擊的時候比對方的力量是一樣的 當然聽到就好像沒什麼問題想起來會有些奇怪的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說真的一些汽車發生交通意外傷狀的時候 大部分的意外如果你坐那輛車的Mask是越小的話 受的傷害就會越高的 通常會越高的 所以你健身呢 就是交通意外 不過這段時間就好像少一些 就算有其實也不會特意去留意的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的就是 通常呢 就是人們開電單車才算 為什麼經常說很危險呢? 除了所謂皮包骨 通常人們會這樣說 皮包切 因為你那個人騎著電單車的時候 你的身體覆蓋著電單車 所以說皮包鐵 但是車呢大部分呢 私家車好像巴士那些是鐵包皮的 就好像有個保護著你 撞多撞車先就不是撞人先 OK 但是我們撇除這件事 私家車或者巴士雙狀 或者甚至貨櫃車和私家車雙狀 通常都是 就是駕駛重型車輛的司機 或者裡面的乘客 通常受的傷害會比較少 但是 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現在我們純粹說 兩輛車輛相撞 通常呢 輕型車輛呢 那個受的傷害會比較大 裡面的乘客或者司機 那 但是 就是 怎麼說 一開始聽到就合理了 你給我這麼多力 我就給他這麼多力 但是你想真點 好像不是 裡面的乘客或者司機 通常就 就是如果是受的力 應該我管得你駕駛重型車輛 還是輕型車輛 就是裡面的乘客或者司機 所受的力是一樣的 就是傷害一樣大 OK 但是實際上當然不是 的確是輕型車輛呢 裡面的司機和乘客受的傷害 是大很多的 或者大一點的 那 就是我們就會問為什麼 明明3rd law 應該沒有找我們 你給我這麼多力 我還沒給你這麼多力 但是怎麼會不同呢 那這裡呢 我們就用18題去做一個試驗 現在有兩輛車相撞 2000kg的貨車 和1000kg的私家車 撞機的時候 in elastically 就是撞完之後貼一堆 撞完之後貼一堆 撞完之後貼一堆 和撞完之後分開 其實是不影響我們的結論的 那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做一個Case就可以了 就是撞完之後貼一堆就可以了 撞完之後分開 其實結論是一樣的 那 現在他就說了 駕駛車呢 開頭就 20mps 現在私家車開頭是 然後他就叫我們計 這個comment velocity 那要先試一下自己計 因為我們講了這麼久了 momentum 今天又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去示範 那 都試一試做先 用回我們之前學moment的公式 或者方法 我們稍後對一堆拍一下 就是A 那 開頭的total momentum 因為只有貨櫃車有速度 所以呢 貨櫃車 啊啊 哎呀 我們要經常擺 conservation momentum 開頭的貨櫃車就2000kg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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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 兩架車 由於他說 建議 就是會黏 那 如果會黏 的話呢 他們 就有comment velocity 變成呢 我們可以將他們的 那些 再乘以V 那 那我們suppose 當然啦 你撞完之後 向同一個方向走 啊 或者向原本之前的方向走 所以呢 四萬除三千 那 那 十幾 那 十三點三 四萬除三千 啊 十三點三個meter per second 啦 好啦 氣動來了 他叫我們計呢 carry the force act sorry carry the force act the truck act on the car if the impact time 是0.2秒 撞擊時間 如果是0.2秒的話呢 那家貨櫃車 有多少力比 私家車 即現在我們計 私家車受力 啊 私家車受力 啊 那我們就一起做一做 啊 那由於計力呢 通常都是考慮一下 F T 等於 m 乘以固 v-u 那當然啦 如果你懶得搬來搬去的話 就直接這樣寫 啊 因為我們計力 那 那私家車受力是多少呢 那我們 我們把私家車的 mask 就1000kg 然後呢 這個很重要 時間 因為他說撞擊是0.2秒 貨櫃車如果撞 私家車是0.2秒 就是整個撞擊要0.2秒才完成 那倒轉地也一樣 OK 就是你撞我 我撞你而已 是不是 不會說我撞你 就撞0.1秒 你撞我 0.10 是不是0.5秒 那樣 不會的 一定是一樣的 那 所以我們就代回0.2就可以了 就是共用的 無論你計算是貨櫃車受力 還是私家車受力 都好 好了 這裡呢 問題來了 那v-u我代什麼好呢 因為現在我們計算是私家車受力 所以所有數據都是要私家車的 那個mask 是私家車的 那私家車的速度是多少 那私家車的速度是多少 開頭是0 最後是多少 因為最後 私家車和貨櫃車都是13.3m per second的速度 所以就13.3-0 V-u 然後就計算了 1,000 乘回13.3 乘回0.2 計到66,500 N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跳一跳先 我們計算一下 D先 The force that the car acts on the trucker is more than that of the trucker acts on the car 那意思是什麼呢 他說 有個人就說 說了一句話 就說 私家車比貨櫃車的力 就小過貨櫃車比私家車的力 簡單來說 貨櫃車比力就比多些 私家車比力就比少些 因為互相撞擊 你撞我又撞你 那他就說 就是你這個Mask越大 狀人的力量就越大 就是他這個意思 那我們計算一次 D part D part計算什麼呢 我們 剛才不是計算了私家車受力的 就是66,500 現在你試一下計算 貨櫃車受力是多少 那當然一代的時候 要提醒的就是 我們這裡全部要代貨櫃車的資料 貨櫃車的Mask 貨櫃車的Final velocity 和Initial velocity 和時間 時間就共用 剛才是6.2 但是上面那三個 你都要想回 究竟要代什麼 要代貨櫃車的數值 那麼 想一想 代一代 我們轉頭對 應該代完 貨櫃車就2000kg 貨櫃車的Initial velocity 和Final velocity 是多少呢 開頭的貨櫃車是20mps 然後是13.3 就是最後 因爲13.3 common velocity 所以就13.3 減20 再回0.2 那計算出來的數字 就是貨665 0 OK 那就是說 其實他們兩架櫃的力 是一樣的 兩架櫃的力 是一樣的 這很重要的 好了 接著我們當然會問 那兩架櫃的力 一樣 那 那 怎樣算到 什麼私家車 的乘客 受的力 就厲害一點 這樣 OK 在這裡我們就看一看 就是C Part要我們做的東西 它說 假設貨櫃車司機 和私家車司機 他們那個 Mask都是75kg 就叫我們計算 哪個受的傷 嚴重一點 那這裡就 剛剛提到的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 B Part和D Part 都是計算 車受的力 就不是人受的力 人受的力 不是六萬多 車受的力 是六萬 我的人受的力 就是六萬 不是的 你要代回 相對來說 人的數值 就是你代車受的力 你代車的Mask 車的速度 是不是 你如果代人受的力 就應該代人的Mask 和人的速度變化 那當然 在這裡我們就兩樣都要計 所以我們 首先計分兩部分 C Part 就私家車 接著再計貨櫃車 私家車司機所受的力 全部都是用同一條公式 問題是代數 代不同的東西 貨櫃車司機受的力 好了 在這裡我們這樣 就是將這件事簡化 那 因為我們代人受的力 那這兩個Mask 就當然不是代二千和一千 OK 應該代回司機的Mask 那接著V和U 那怎麼搞呢 這個呢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代回 私家車的速度變化 和貨櫃車的速度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你 乘客在車裡面 車的速度變化 就等於你 裡面乘客的速度變化 OK 譬如說 那輛車 走二十個Mask 其實你的人也是走二十個Mask 的 只不過是你的人在車上 你不覺得 對不對 就是同一道理 你坐飛機 你坐飛機 難道你不飛嗎 是不是 一定是做同一件事 只不過它是一個載具 讓你不用用那個速度走 因為它幫你走 但是其實你實際上 你自己都用那個速度走 不過那個 令到你走的力量 就不是來自於你 是來自一架飛機 坐升降機 那些都是 你的升降機在上下 你個人其實都是在升降機 在升降機裡面 不過都是那句 那個力量不是來自於 你自己本身 能夠令到你自己 向上下下走 的升降機 令到你向上下走 那所以就是一樣道理 這個速度 應該要代回 車的速度變化 這個要代回 貨櫃車的速度變化 那至於時間怎麼搞呢 因為如果抱安全帶 或者不抱安全帶 或者有安全氣囊 沒有安全氣囊 其實這個時間 會有機會長了 就是長過0.2秒的 OK 那大家會因為什麼都沒有說 又沒有說他有沒有安全帶 那所以我們呢 直觀呢 就只有代回0.2而已 就是這兩個數 代回0.2就可以了 那現在試一下計算 私家車的司機 和貨櫃車司機 所受的力量是多少 那我們轉頭對一對 那 這裡代呢 人就75kg 因為 兩個都代75kg 這個就是13.3 那V和U 這個我代回私家車 私家車速度變化 剛才我們提過了 13.3減少了 就是代回這組數 對吧 那貨櫃車呢 就是這組數 所以其實就照搬回去 那我一會兒先搬 計算一下 私家車先 然後代回0.2 然後呢 這裡我不計算 這個數值 我們先做一個比較 貨櫃車 C 那是75kg 這個就是13.3 減20 接著是0.2 好了 我們會看到其實呢 數值上已經 給我們看 兩個司機所受的力量不同的了 雖然大家這裡都是75kg 時間都是0.2 但是呢 你見過 Change in velocity 不同 一個是13.3減0 就是13.3 一個是13.3減20 就是6.7 那所以這裡就是 會得到一個結論了 我儘管計算一下 F就等於 一個就是75 乘13.3減0.2 計算到呢 4987 就是我們三個 significant figure 就是490N 接著另一個 就是貨櫃車司機 乘以 75乘以6.7 再乘以0.2 受的力 就2510 三個significant figure 那你見呢 就小了一倍幾 就是差不多一倍了 OK 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實 為什麼 這裡就是講講的 兩輛車受的力量 就不代表裡面的乘客 或者司機所受的力量 因為現在你兩輛車相撞 兩輛車相撞 就是你貨櫃車給私家車的力 就等於私家車給貨櫃車的力 就是這個 就是3rd law的 idea 但是裡面的乘客 或者司機 就不是 因為他們裡面的乘客 其實他們沒有互相撞對方 是兩輛車撞 OK 就是你不是貨櫃車的司機 走出來撞私家車司機 是他們兩輛車相撞 所以兩輛車受的力一樣 但是裡面的乘客 或者司機 所受的力就不一樣 那你會看到 很取缺於 就是 那輛車本身的 改變速度 你會看到一件事 如果私家車 就是輕的車 它那個改變速度 一定比重型的車 一定的 因為你會看到 現在這個 這個再看 當然就再深入一點 你會看到 其實大家 那個 改變速度是一樣的 那我怎麼知道 因為你見 大家都是除0.2 算到6500出來 那上面的抽東西一樣 就算我不算計算機 我都知道是一樣 OK 大家的 變速度是一樣的 這個1000乘13.3-0 這個2000乘13.3-20 這兩組數是一樣的 那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這兩組數是一樣的話 你私家車的Mask就小些 所以 貨幣車的Mask就大些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私家車的Change in Velocity 就大些 這個就小些 一個細數 乘一個大數 就等於別人一個大數 乘一個細數 對吧 那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集中看的 就是因為 那個Change in Velocity 那個部分 13.3-0 和13.3-20 就是 套到下面 這裏 那個私家車 和貨櫃車 司機 所受的力 那所以你看 為什麼 剛才我們得到的結論 你輕型車輛的Change in Velocity 一定大於重型車輛 那所以在這裏 相對來說 裡面的司機 輕型車輛裡面的司機 所受的力 就大於重型車輛裡面的司機 也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為什麼 通常 就是坐輕型的車 裡面的司機 所受的傷 就嚴重 一些重型車輛的了 這個結論是這樣 所以這裏 簡單的說就是 你代數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 你想代的什麼 就不是隨便 載一些數下去 就算送 你計 私家車的資料 的題目的時候 你就代回所有私家車的資料 你代過 司機的 時候 你就代回司機的資料 OK 好 這裏呢 另外一條題目十九 這個呢 我們之前提過有類似的 都是一個分開兩個 有個人是站在Smooth Ground 那裏 然後他想向南面走 那也很奇怪 他想向南面走就向南走 對腳 但因為在Smooth Ground 其實基本上是走不動的 你想想 如果你不穿溜冰鞋 你穿著最普通的球鞋 在冰面走 走不動 滑死你 對嗎 OK 對 所以他說要做到這件事怎麼辦呢 你一個很滑的路面 其實你基本上是走不動的 因為太 就是 用普通的角度來講 太滑了 你想走的時候就滑低 你 你常見的情況就是 你去泳池游泳的時候 你就會很覺得 你去泳池游泳 對他濕的地下濕的 你想走的時候 你要很小心地走 否則很容易滑身 因為路面我們所謂很滑 很Smooth 就是這件事 所以他說 如果要做到 要走的話 怎麼辦呢 其中一個方法 聽起來好像很方法 但實際上 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 你將一個寵物 向 其中一個方向 東南西北 然後 然後 你會做到一樣 因為我們用 momentum的概念 現在一個例子 就是扔一件衣服 扔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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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靠扔一件衣服 就可以了 因為你 跟衣服本身 最初的 整體的momentum 都是0 然後如果你把衣服 向東扔的話 你個人就可以 向西走 因為要雙方向 這個概念是這樣 當然現在向南走 即是說 你的衣服要向北扔 就是A part 他說 In what direction should he throw his closer 你的衣服應該要向北扔 另一個人就向南走 那就解釋一下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 你用momentum角度解釋就可以了 你用Newton's Third Law解釋也可以 如果你用Newton's Third Law 就是 你給你的衣服向北 你給你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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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向南 多一句一下 就是聽起來好像很怪 明明一個死物怎麼給我力 但不關事 剛才我們都講過一些例子 泳池 是不是 這個我們也不重複了 因為後面都有答案 C 他叫我們 計算一下 如果人的master 是70kg的時候 究竟他動的時候 速度是多少 那當然我都用Trinking Momentum計算 那就試一試計 私拍一下 我們回頭對一對 這個也不難的 開頭的Total Momentum是0 我在這裡 當然不用擦 Conservation Momentum 0 就等於你衣服的master 0.5 然後扔出去的時候 速度是10 然後就加回人的Trinking Momentum 然後就70 成為速度V 那V呢 當然是我們要的答案 0.5乘10 就是5 5 5 5除 10 數字很小 0.07 14 那麼多m per second 負還要是 因為是相反方向 OK 那當然這裡你要說回 其實如果 因為負你要說 代表是東南西還是北 所以就收 了 好 D呢 就comment 回 The man said 那當然是錯 你給那麼多力 我給那麼多力 就是基於Newton's Third Law 那我們有一個 standard的答案 可以參考 就是這樣寫 According to Newton's Third Law The force act in the same magnitude since there are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我們會用這個phrase action and reaction pair 中文也叫作用力 反作用力 OK 但是其實就嚴格來說 沒有先後之分 因為同一時間出現 所以你叫其中一個是作用力的話 對方就叫反作用力 不過當然 通常這個就有個 雖然沒有先後次序 但是就有個 邏輯上面的次序 就是什麼呢 你扔件衣服出去 所以你扔件衣服出去 那個力 我們通常就叫做 action 就是作用力 件衣服給我們那個 就叫做reaction 反作用力 就是這樣 嗯 跟著 跟著 哎 都差不多夠鐘 嗯 看看先 我有沒有時間多說 沒有了 有它 下課就說energy 我們說energy 理論上就完整個momentum 當然跟著就粗題目 嗯 不過都是那句 因為學校上次份測驗 已經有energy的題目在裡面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它發神經可以跳到這麼短 所以就 星期五那天 我也是一樣 五至六 我留回那段時間給你 那你 有卷的話 你可以 發給我 才我做好答案 那段時間 最理想就是 你五至六之前 就做好份卷 然後我就五點到六點去看看 和你對一次 順便介紹一些題目 這樣就可以有效些 如果不是就變成 就是我發答案給你 你純粹改回答案就算了 我們沒有時間說回那些題目 怎麼呢? 我們就星期五才再約 上五點六至六點的時候 我們才再約 今天先說到這裡 有問題就再WhatsApp問我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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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